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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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在我们未说称怎做之前 首先要解释一下 称本身是一个工程的问题 一说起工程大家会想到数学和数学等 其实工程和数学是否同样呢 如果我们说回历史 科学是有多久的历史呢 我们现代科学其实不是很久的历史 如果我们以Kepler做一个分界线 Kepler是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 他对近代的科学探索很有贡献 如果以他的一个界线 科学史大概是300多年 因为Kepler是1630年 过世 那数学又怎样呢 数学久很多 那乘数表何时出现呢 乘数表有历史记载 是在中国春秋战国那个年代 是第一次在这个世界出现的 春秋战国大概距离现在三千年左右 好了 那工程是何时出现的呢 那最有名的金字塔 金字塔算不算工程啊 不算是建筑物来的 建筑那些不是工程师呢 那做工程那些当然是工程师了 金字塔何时出现的呢 金字塔是四千多年前出现的 就是说四千多年前没有science 没有mess已经有工程师了 那所以工程呢 是不等同science和mess的 是两回事来的 工程讲求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不是一定要用science和mess的 很多方法的 金字塔那时候 那些埃及人 连乘数都不懂的 那你说他们用什么方法 去建这个金字塔出来呢 他只不然有自己的方法 工程里面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靠撞 撞当然了 就是work的 不是金字塔建不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用科学 和mess去做一件事呢 那个原理很简单 就是这件事了 钱 因为如果你要用physics和mess去做 事情是会cause effective很多的 你省下很多钱 很多时间 很多资源 那你想想起金字塔举角之力 就是 起多久 起几十年才起到 如果我们现在用我们现代的科学和数学 很快就可以搞定了 那在这条短片 跟着这几分钟里面 我会教大家 怎样去利用physics和mess 去缩短你们 制作这个中国称的时间 因为你们只是能够有过半钟头的限时去完成 过了半钟头就要回家 做不到也没办法 所以你不可以靠撞的 你一定要靠一些science和mess的知识 去解决这个工程的问题 好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了 这里就是你们会有的工程 我们会有 有100g weight 有铐 有螺丝模 有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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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锅子是shared的 所以在设计文稱 需要的数量 一般来说 剁一段 都很小 便足有用 可摆在桌面 好 跟着呢 就剪一条锅 用来做一个 这个... 圣堂 圣堂有多长呢? 弱模比较Harmite rule 就够了 我们要在Harmite rule上面 打一个列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打平结 平结的打法就是 左搭右 这个左,这个右 然后右搭左 这个右,这个左 这个右搭 就是这边 这样搭着 这个就是平结,平结的特色是可以积极的 所以 你可以 绑得不太实,你可以索实 索实 如果是 积极就不太实 因为一会儿你要这样搭 有点空位就可以了 积极 接着就绑这个东西 就是 左搭右,左搭右 跟着 右搭左,右,右 搭左 右,右,搭左 勾出来 然后 然后 把它把磨平 积极 扯固 那么 如果你不想它弄 就 用点胶纸 黏住它 像那个绑筋 就不会压倒 就是一个 很好的积枕 好了 完成了积枕之后 然后就可以积极了 积极 当然用电子绑 转椅,不要让你看到多少,自己秤一下 要秤四样东西,转到上面,等一会儿 稳定了,就可以了 接着,连起绳秤 绳秤要放在上面 接着秤勾 接着秤一口螺丝 就完成了 接着教大家如何在勾上面打个裂 勾因为没有洞给你打裂 所以我们只能够 捆住螺丝鞋,捆住几个圈 捆住螺丝鞋,然后在上面打个裂 然后切一盏 切成像 切成像 这样就可以了 儿子 这样就会完整